中国年日暴雨成灾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灾情县郡 截至5号为止已经有1094座水库潮汕县 6号黄岗市西水县金船该县 第二大水库突发大规模霸体渗漏 提升滑动 变形坍塌将近1.5公尺 变形面积达到2400平方公尺 当局紧急撤离超过2.8万个人 而同时中共高层神隐都市 终于在今天传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前往灾区视察 只不过官方发布的视察影片 处处聚焦在李克强胶菜泥泞的鞋子 自由时报报导 受到连日暴雨影响 湖北黄岗市西水县第二大水库 白阳河水库水位斗掌 水位达到85.6公尺 超过现役水位1.12公尺 5号晚间7点左右 有悬查人员发现大坝异状 而到了6号情况更为惊险 上午9点左坝间滑动变形 到了中午12点 在右坝间的被水面发现更大面积的损害 严重威胁水坝安全 据了解白阳河水库 总库融为2万4千万立方公尺 一旦溃坝将会危及周围将近3个镇 22个村庄 在传出坝体变形之后 当局紧急撤离超过2.8万的居民 不过当局今天表示 在事发当下已经紧急对大坝变形区 打庄固基挖沟倒水 第二翼红道已经顺利挖通 泄洪流量为每秒15立方公尺 坝体损害面积也没有扩大 截至7号6点 水库水位为85公尺 较5号19点下降0.6公尺 不过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 湖北市的强降雨将会持续 不免引发溃坝植油 此外苹果日报指出 安徽从本月5号持续受到大雨影响 今天又刚好恰封当地大学联考的第一天 导致安徽教育部门 今天不得不取消部分地区语文跟数学考试 另外还有考生指出 不仅道路全部被水淹没 必须坐着橡皮艇去考试 还有学生形容已经水淹屁股了 而在安徽的金德县 也因为大雨导致溪水暴涨 滚滚溪水更冲垮了一座400年古桥热成桥 对此李克强礼拜一到贵州江口县进行视察 并且深入灾区探访灾民 只不过从官方发布的影片 大多是对李克强的特写 例如拍摄李克强走在泥泞之中 险些跌倒的画面 以及他沾满泥土的鞋子 将李克强打造成亲民爱地方的形象 但是对于灾区实际受灾情况 官方并未多加琢磨 抖音可以说是近几年知名度 创生最快的应用软体之一 但是其存在的中国背景 也时常引发各国政府关注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美国士兵在军事基地录制短影片 产生地理位置或是相关机密画面外流的风险 而中印边境爆发冲突之后 印度政府也以国安为优 宣布禁止59款中国软体 抖音也名列其中 虽然事后抖音向印度表示 公司并不会向中国当局提供使用者的资讯 就算比进要求公司也不会配合 但是相关说法似乎无法说服印度停止禁令 而香港经济日报综合路透社报导 字节跳动旗下的短片平台抖音海外版T-TOK 近日速度计划退出香港市场 而同时进印度禁止民众使用抖音之后 澳洲跟美国现在也传出有意禁止使用抖音 凡次种种对抖音的打击非常巨大 澳洲跟美国担心 抖音跟中国政府分享用户数据 抖音的澳洲总经理强调 用户数据储存在新加坡 路透社引述抖音发言人指出 考虑到近期发生的事件 决定停止在香港营运抖音 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脸书、Google、推特等社群平台都已经表明 证实拒绝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 而抖音先前也表示 没有将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 另外澳洲议员提出全面禁用抖音议案 澳洲部分国会议员认为 中国利用抖音收集民众数据 强调抖音是一款敲装打扮之后的眼兽 推动抖音禁用令 而据了解目前澳洲有超过160万名抖音用户 美国方面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当局正在考虑禁止使用中国应用程式 其中就也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 但是他提供有关细节仅表示 不希望抢在总统川普之前公布 面对近来各国对中国的防备意识提升 抖音似乎正在面临华为近几年的遭遇 在各国政府面对国安担忧的情况之下 可能大幅缩减它的市场 数十年来中印边境领土争议悬而未解 而在今年5月开始 中印军队在边境发生多起小规模冲突 上个月更发生1975年以来 第一次造成人员死亡的中印边境冲突 虽然双方日前各自从冲突区撤出军队 但是争议依旧没有解决 而中国又向邻近的国家不单发起新的领土主张 华尔街日报指出印度安全官员周一表示 中国和印度军队都开始从两国西拉玛雅山边境 正义地区的一些摩擦点开始撤离 二次前两国高级外交官跟军事指挥官举行会谈 希望平起紧张局势 根据中印两国外交部周一发布的声明 周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 双方就缓和当前两国边境事态坦诚深入交换的意见 两份声明都表示多瓦尔跟王毅同意尽快缓解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 两国外交跟军事官员将持续保持对话磋商以确保相关协议的实行 但是就在与印度关系紧张的局势似乎已经有所降温的此刻 中国又挑起了新的战线 上述冲突开始在6月初 当时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的一次在线会议上 反对在布丹东部设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全球环境基金会是一个以环境项目提供资金的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会议记录北京方面表示 该野生动物保护区位在正义地区 这些地区处在中国布丹边境谈判议程之内 布丹反驳了中国对该地的主权主张 表示在布丹跟中国讨论边境的时候 从未将这个地区列为正义地区 专家表示虽然中国跟布丹长期以来 在中国边境中部跟西部的领土边境关系上面存在分歧 但是东部边界一直没有争议 中国外交部则是在本周二 在发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三个地带的争端有来依旧 并且呼吁为指明的协力厂商不要指手画脚 而这显然就是指引度 复旦大学林明旺教授表示 中国跟布丹20年前基本解决了边境问题 但他表示中国无法跟布丹签署边境协议 因为对布丹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印度 不允许布丹怎么做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 白康迪表示 对北京方面来说 在布丹东部提出新的主张 是向印度政府施加额外压力的低风险方式 白康迪表示 布丹东部这个地区跟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连接 而中国也声称对阿鲁纳恰尔邦拥有主权 因此这块地区可以作为北京方面 在跟印度军队磋商本轮脱离接触时的一个谈判筹码 中国政府还可以借此向中国国内民众释出讯号 也就是尽管正从一个争议地区撤军 但是中国将会捍卫自己的领土主张 白康迪表示 中国对布丹提出新的领土主张时 印度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激动起来 立刻派军队去保护该地区 而印度时报指出 中国对布丹的新要求 是北京更大行动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把印度周边的希腊玛雅山地区国家 强制纳入边境协议 并且向印度施加更大压力 近几年欧美各国开始意识到 中国崛起对于自身严重影响 并且开始检视中国企业跟欧洲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以及其他国安层面问题 近日更爆出德国跟法国纷纷有情报局相关人士 向中国提供情报 法广众和德国之声指出 根据德广联掌握的消息 已对德国夫妻涉嫌替中国情报机构 从事间谍活动 联邦检察总院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曾经为德国联邦情报局效力多年 两个人都是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情报的线人之一 这对夫妻跟中国联系受到了联邦宪法保护局的注意 宪法保护局的反间谍部门将此案移交给联邦检察总院 跟巴格利亚刑事犯罪调查局处理 根据德广联掌握的讯息 目前该案处在调查阶段 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认为 这个案件是中国情报机构战略措施的一个典型案例 除了在虚拟世界发动进攻之外 中国情报机构还不前余力地 试图在社会各个领域招募现人 不过此案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涉案人士跟德国情报局有着密切关系 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 这个案件事关重大 另外新头科报导指出 在法国方面有两名前情报干员被指控 向中国泄露国家机密 并且在当地时间6号出庭受审 两个人疑似分别收受中国当局高额报酬 甚至还陷入中国女性情报员的美人计 而向中国提供秘密情报 虽然法国官员至今不愿意对外公开 这起间谍案的细节 但是许多家法国媒体报导指出 已经退休原本隶属法国国防部的情报机构 对外安全总职 雇员皮尔马西以及亨利恩被怀疑 曾经为中国效力 两个人被控包括向境外势力提供资讯 破坏国家根本利益等罪名 如果定罪两个人将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 法国国防部表示 两个人的泄密行为 最后是由对外安全总局自行查获之后 把调查报告交给检方 而据了解现年73岁的坑利 在1997年被派往中国北京 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二级秘书 不过他在1998年因为跟大使馆内的中国女性口译员游览而被调回法国 亨利退休之后 在2003年再度回到中国 跟该名前口译员结婚 并且在中国海南岛定居 而另外一位现年68岁的被告皮尔马西 则没有被外派或是出差到别的国家 但是他曾经在印度洋一个岛屿 跟一个中国人士见面之后 在苏黎市机场被逮捕 当时他身上攜带不少现金 法国情报单位怀疑 皮尔马西透过亨利而跟中国官方搭上线 跟见之后更发现两个人往来密切 整起案件因此曝光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曾经表示 他无权指出雇用这两名法国干员的国家 但是多家法国媒体报导表示 这起泄密案背后的藏镜人 就是北京当局 在香港国安法通过 受到局势瞩目之际 中共打压新疆的力道也并未停歇 中国维吾尔族的海外代表6号表示 他们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交付证据 就种族灭绝跟反人类罪行 对北京进行调查 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利用国际法的追责尝试 综合纽约时报跟华尔街日报 这次提起诉讼的维吾尔族团体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流亡政府 以及东突厥斯坦国家决心运动 代表两个维吾尔族维权团体的 伦敦律师团队 对中国政府提出控诉 控告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非法拘捕 以及驱逐出境的手段 遣犯柬埔寨以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 数千名维吾尔族人 而这个案件可能令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 将其意志强加于境外的能力 进行更严格的审视 律师们提交的80页文件之中 包括一份30多名中国官员的名单 他们表示这些人对这场运动负有责任 而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报导指出近几年习近平的政策 将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置于一张无处不在的监视 拘禁以及社会改造的网络之下 多达100万维吾尔族跟其他穆斯林民族 被关押在该地区的集中营 招致全球越来越多的谴责 他们的指控还针对中国过去10年的新疆政策 以及正在发生一系列暴力骚乱之后 越来越严厉的安全措施 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人一直对中国当局 对其宗教跟文化的严格限制 以及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汉族 涌入新疆感到不满 在习近平任内 新疆政府加大了诱劝 施压以及强迫维吾尔族人 从海外回国的力度 还建立了旨在灌输维吾尔族人远离宗教 接受中国统治的拘禁营 中国政府实施了一些项目 推动少数民族从事工厂工人 以及街道清洁工等工作 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为种族灭绝 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受害者们伸张正义 但是中国并不承认其管辖权 令人对这个案件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产生怀疑 报道也提到 中国政府否认有关维吾尔族 跟该国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的说法 并表示这些事物都是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还表示 三官部门已经采取铁丸手段 铲除维吾尔族内的社区恐怖分子 并且指责一些人应该为爆炸 以及吃刀伤人事件负责 尽管如此 英国律师罗德尼·迪克森表示 这个案件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案件 因为长期以来 大家一直认为 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在国际法庭上面 使中国承担责任 报道分析 这一个新的法律挑战 是维吾尔族人至今为止 向北京方面施压的 最大胆最不寻常的举措之一 中国人社部官网 在6号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近日新增了9个新的职业 中央社报道指出 根据中国有关部门 昨天发布一批新职业跟工作种类 其中包括手握网络内容 深杀大权的网络讯息审核员 以及当前最热门的网络直播销售员 中国人社部表示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涉及社会民生各个领域 随着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犯法落地实施之后 资讯安全工房渗透测试 以及资讯审核评估 成为网络安全维护的关键环节 资讯安全测试员 网络信息审核员的工作将会越来越重要 联合早报则是综合人民日报指出 除了九个新的职业 人社部等部门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 互联网资讯审核员等五个公众 同时向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之下的 防疫员、消毒员 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三个公众上升为职业 据了解这批新的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公开征集 组织职业分立专家评估论证 并且透过网络媒体等向社会公示之后所确认的 此批新职业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协助防控公卫危机 显示职业重要性 包括疫情防控期间 未有需求的老人家提供生活活动能力等 健康状况测量跟评估的能力评估师 运用卫生健康以及互联网知识技能 为社群群众提供服务的社群健康助理员 运用数位化学习平台 为学习者提供服务的线上学习服务师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第二点则是互联网的资讯技术发展 带出了直播销售行业 第三点则是资讯技术发展之下 需要资讯安全测试员 互联网资讯审核员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 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单位 加快上述新职业的职业标准开发 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 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技能 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